有人吗 我会想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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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 别过来 你是 对不起啊 我以为这里没人 我才进来的 你还是离开这里吧 我想问一下 这个地方 除了你 还有没有其他人啊 这是我的地方 别人都不能进来 你走吧 你走啊 别人 别人 我 别人 别人 你 别人 不是父亲 男生 不 不是父亲 别过来 你还是离开这里吧 不是鬼 分明是个人 他为什么这么神秘 他藏着什么秘密 与父亲又有什么关系 不行 我得找机会 问问清楚 你说什么 他来过了 他是谁 就是给娘说头的那个丫鬟 给娘说 顾海棠 他叫顾海棠 对啊 哥 他肯定是闯进来的吧 海棠 这个名字真的很适合他呀 我看哥对他的印象还不错 你忘了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他了 今天听全叔说 对这两天有点咳嗽 真的吗 啊 有人 这么晚了还有谁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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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啊 哥啊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还穿成这样 在这干嘛呢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穿成这个样子在干什么呢 我出来玩啊 出来玩玩 你看学会撒谎了是不是 你是不是吓唬人家树头姑娘去了 我 我就跟她开个玩笑嘛 开个玩笑 我告诉你啊 我不允许任何人动她一根寒毛 听见没有 我问你听见没有 知道了 凶干什么 啊 啊 怪不得的 她天天跟我说咱们家闹鬼 原来是清清在那捣乱呢 清清这丫头啊 我已经说过她了 哎 你是不是跟她很熟啊 嗯 算打过几次教导吧 那你再跟我说说她呗 哎 还有什么 她胆子挺大的 哪儿都敢闯 但其实啊 就是个糊涂虫 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 是啊 被人暗算了 她都不知道 是啊 不过 她的性格呢 不像个女孩子 但是 她书头的手艺倒是不错 对胭脂水粉也颇为精通 这点 都还挺像个女孩子的 嗯 她还真是个有趣的女孩子 嗯 哥 这样吧 下一次啊 我带她一块儿来找你 陪你聊天 不行 你不能带她来见我 为什么 我现在这个样子 她看见我一定会被吓跑的 吓跑她了 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哥啊 你不能老这么想 你也不能永远活在这阴暗里啊 你得来面对 你得走出来才行 你得试着跟别人接触 不能老囚禁着自己 可是 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勇气面对她 哎 月轩 要不这样 你替我跟她交流 就是说 把我想对她表达的一切 传递给她 好不好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吧 我挺喜欢她的 就算是一种愚笨 也相信有点可能 用尽所有力气完整 好 好 迷不上一点的天分 可以 不是我太认真 不认真的 不认真的 太坚誓了 对影片被选全 不认真 怎么能输解 或认真 的 有人吗 有人在吗 进来吧 我是来还你东西的 你 你放那儿吧 对不起啊 我不方便出来见你 为什么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一个 被朗家遗忘的人 遗忘 你一直住在这儿吗 是 你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 十三年了 那这个屋子 真的没有别人住过吗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 但是 我真的很高兴 能够遇见你 那我先走了 对了 我给你带了一盆 酒兰花过来 希望你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好 谢谢啊 我去 pix 我对你都跑了 你怎么回事 我来说 你怎么回事 我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